将来看到的减重者可能想必防 但是小朋友很爱的是糖果 而美国好莱坞的糖果天后甲鸡索金呢 现在是要用他最喜欢的糖果来办一个国际展 打造自己的梦想国度 挪威画家的名画呐喊 范古的作品像日葵 不用画笔改成糖果作画 做得很可爱啊 而且非常的 就那个颜色做得非常炫目 埃及开罗的人面师身上 法国巴黎的爱菲尔铁塔 甚至是台湾的中正纪念堂 也全用上千颗不同颜色的糖果 一颗一颗拼凑出来 海狗 海狮 还有什么大虾 还有大虾在哪里 后面那一个 你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吗 糖果做的 展区里充满浓浓的糖果香 好莱坞糖果天后甲鸡索金 和他的工作团队 花了1800个小时 纯手工打造他的糖果梦想国度 当人们来到这里 我们想要他们做的 就像当你去迪士尼 然后你进去 然后你觉得 哇 那就是我希望 我希望 进入门 看起来的糖果 喝点糖果 我希望 甚至于年轻人 大妈 大妈 我希望他们感觉像小孩 不管是高四公尺的大型糖果机 还是用了四万两千颗糖果 打造的奇幻城堡 原来糖果不只带来舌尖上的甜蜜感动 也可以是一种视觉震撼 球内新闻王志远 郭碧纯 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